今天莫名其妙啊 我以为昨天下了那么大的雨 今天早上低面还湿的情况下 不会上班的 结果今天竟然开工了 开工之后呢 今天遇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幸运的事 就是我下班之后发现 那个有热水的公共浴室 竟然还没关啊 所以洗了一个热水澡 然后现在躲回温暖的车里 觉得今天这一天特别的幸福 那今天晚上试吃什么呢 今天晚上我们试吃三个东西啊 应该是两个东西啊 这个roasted beef啊 我们之前吃过了已经啊 这烤牛肉已经吃过了 然后这次买了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honey ham 就是蜂蜜火腿啊 比较之前从来没吃过的 还有一个呢 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一定要买来给你们尝尝 我相信它一定是个黑暗料理 看到没 它画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片在里面啊 这个是个什么呢 它这个有写啊 它这个东西叫做 巧克力薄荷口味的牛奶啊 是个牛奶啊 原来我原以为它可能是个咖啡 因为这个牌子通常是出咖啡 结果它是个薄荷巧克力的这样一个牛奶啊 所以我们我们现在先开这个试一下吧 我特别期待它很黑暗的样子 是吧 我忘了说价格了 这个东西一块一毛八 一块一毛八 那么 打开试一下 也是都是这种一丝口的啊 首先我要关注一下它的颜色 我在想它这个颜色到底是黑的还是绿的啊 是黑的 黑的 跟这个包装一样 包装 你看它底下打着个泡泡 嗯 是黑的 不是绿的 很凉啊 它叫The Max 确实非常凉啊 这个 薄荷的口味非常重啊 感觉呼呼的 这个嗓子里在冒凉气的这样的感觉 我决定把温度 空调的温度调低一点啊 不然它这个炙热的发动机启动太频繁了 虽然换完机油之后 我现在发动机感觉平顺了很多啊 劲儿也大了一点点 感觉 但是我仍然不希望 它频繁的启动来炙热 因为废油 嗯 那么就吃这个蜂蜜火腿啊 啊 这个东西是17块9毛9一公斤啊 然后今天其实还有个特价是鸡排特价啊 呃 但是鸡排 价格也挺贵的 就是特价完了之后还要14块多一公斤啊 所以想一想搞那个鸡排搞完了之后还要刷锅很麻烦 我就退而求其次啊选择了这个蜂蜜火腿 这个之前应该是没吃过的 我买了这么一块是两块八毛八啊 价格也其实也不便宜啊 就是切的非常薄啊 我买的时候跟那个电源时候给我拿两刀就可以了 结果它哗哗抓了一大把起来 我心也是凉了啊 不过还好没有太贵两块八毛八 切的非常薄啊 呃 从我这个角度看它是透光的 但我身后没有光源 所以你们看可能不是透光的 我打开个光源 嗯 透光了 我这是不是受了刚才那个薄荷巧克力奶的影响啊 味觉不是特别敏感 不太吃得到蜂蜜的感觉 再来一片 感觉跟普通的火腿比起来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么咸 就是没有那么咸而已啊 没有那么咸的一个火腿 我觉得这个火腿还挺好吃的 在澳洲待久了 真的觉得它这些那个现成的肉食里 只要不烟熏或者特别咸啊 都是好吃的 但是这样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因为多数都烟熏或死咸这样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味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